希臘支持緊肅政策的政黨勝出國會選舉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就認為 希臘脫離歐元區機會大減之後 中國及亞洲的新興市場 亦都不會採取太積極的措施刺激經濟 環球來說現在未會很積極地做事 亞洲的央行或新興市場 他們有機會是比較克制、比較慢的步伐 去有些寬鬆的行動 譬如間中減知識 或者是有些財政措施去配合 但應該不會太積極 他預計美國短期內都不會推出QE3 另外有美國的經濟學者就認為 長遠來說希臘應該退出歐元區 以免拖累其他歐洲國家 他又說希臘的經濟存在根本問題 加上政府的認受性不高 認為今次的大選結果 沒有再緩和歐債問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易永燕報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